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胡杨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施琦 那两妹先认识一下吧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胡杨 97年 26岁 来自吉林长春 现就业于一期解放 性格的话 阳光 偏内向 随和 兴趣爱好的话很广泛 基本上什么都会一些 什么都喜欢一些 主要喜欢一些羽毛球 骑行 跑步 徒步 钢琴 音乐 我的自我标准的话就是 阳光 随和 有演员 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男嘉宾喜欢阳光 随和的女孩 女嘉宾更希望另一半成熟稳重 男嘉宾对外貌没有特殊要求 有演员即可 女嘉宾要求男生身高1米75以上 男嘉宾热爱运动 希望能找到一个有共同爱好的女孩 女嘉宾平时更喜欢宅在家 呼阳 世奇你们两个都在一起工作 那没有这个相亲的节目你俩之前有过接触吗 没有 没有 今天第一次见面 对 你参加工作多久了 四年差不多 四年 你呢 我是去年才来的一起结发 难怪嘛 就是你这时间还不算太长 那你就用三句话来形容一下 你初次和女嘉宾见面她给你留下的印象吧 阳光 随和 乐观 是 那说说你对我们男嘉宾的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就是身高比较高 外在给你的感觉是比较符合你的演员的 是 挺符合的 第一印象就是她比较高比较大还比较壮 然后刚才她说说那个她比较热运动嘛 她愿意骑进车 太厉害了我觉得 印象还是挺好 很阳光 很开朗 所有的期待 男女嘉宾经过初步的认识后 对双方的第一印象都很满意 可以看出二人的相处氛围很融洽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二人的爱情匹配指数为75% 你玩过吗 看过 没玩过 要不要试试 我想来啊 可以 你试一下 你试试一下 很棒啊 你试试 我就选这个吧 好 这个问题是压力最大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压力最大的时候 应该是帮朋友创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 跑家舍业的去帮助他 但是最后的话可能有钱也没了 资本也没了 就是一无孙有了属于 那你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赢游戏了 下一集吧 好 你先来这回 好 我先来 特意杀 那就是将来 如果能有一种超能力 你最想要什么 我最想要顺移 为什么 那样的话就你看又省路费钱 然后呢还省时间 你想去所有的地方 想去哪就去哪 如果接下来让你去旅行的话 你只想去哪 我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那个哈尔滴 他最近在网上不是很火吗 嗯 然后不仅带火了东北的文化 然后还有冰雪大世界 最重要的是带我的这个七三妖 这个衣纸 我特别特别想去那个博物馆去看一下 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喜欢自己去呢 还是喜欢结巴儿型 跟闺蜜 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人 可能会跟朋友一起 那最有可能是的是跟我的家人一起 也有可能是自己一起 这个还都没结婚 那我反昧一下你 如果你想要有超能力的话 你就想要啥 长生吧 长生的话 一个人可以去走遍大江南北 可以去体验不一样的风情 可以去体验人生百态 可以看遍世界能乱 嗯 那我觉得你要是拥有长生的话 可能你走遍整个世界 体验最大的 就是最有感触的应该就是孤独 在我看来人家画孤独 就真的是一种常态 嗯 喜欢孤独 习惯孤独 享受孤独 对 好 那我们下一句 这回我先来吧 嗯 最后一个问题了 到我了啊 疲惫的时候最喜欢什么放松形式 比较疲惫的时候就自己听着歌 然后出去一些徒步啊 或者线 陪上音乐 去逛一逛 逛一逛公园 或做一些别的运动 或其行之类的 那你最疲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最疲惫的时候应该就是夏天 嗯 工作时间最长的时候 但是我不是心里疲惫 我是身体上比较疲惫 工作不是应该很开心的事吗 工作开心又疲惫着 但我觉得工作的话就是 按自己的心情 按自己的喜好去工作 嗯 这个是非常理想化的一个方式 当然我也非常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但是总有忙的时候 人总有想放松的时候嘛 那我的放松方式就是 就是喜欢在家 撸猫 然后刷综艺 追剧睡觉 这就是我最放松的生活 接下来呢我还是想通过思想跟三观 来更多了解女嘉宾 我比较想了解她平常的这个生活方式 随着沟通的深入话题的展开 我相信你们对彼此呢又更加了解了一些 那接下来呢希望你们每位能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对方 谁先来 我来吧 嗯 第一个词就是独立 独立 嗯 你觉得哪方面看出她独立了 然后她再说她的一些经历啊 还有一些对将来的一些看法上 都能够就是能够显示出她其实是一个很有独立的 她生活独立 然后她的思想也很独立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博女操心是不是 嗯 有想法 嗯 那诗琪给你的印象呢 阳光 阳光 跟她接触呢就有一种很亲和啊 有点像小太阳 一直在发光 那第二个词 第二个词的话我就觉得她比较勇敢 勇敢 嗯 就是从她可以为了她朋友 然后放弃这边的工作 就是丝毫没有犹豫的地方 直接就去帮助她朋友了 然后跟她朋友一起创业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蛮勇敢的事情的 那你觉得是琪的第二个特点 很随和 随和 嗯 嗯 从各方面来说吧 无论说从语言沟通 还是说带动别人情绪这些方面来说 她都是一个很友善 跟她很好接触的一个人 嗯 用多美话说就不个气不侥幸是不是 嗯 大气 嗯 好第三个词 第三个词的话 挺热爱生活吧 热爱生活 嗯 嗯 比如说喜欢旗行 对 喜欢美食 嗯 喜欢这个音乐 喜欢乐器 对 这都是热爱生活的体现 嗯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会觉得生活不那么法味 每天都有新型感 对 是的 嗯 那我第三个词的话 就用漂亮来形容吧 嗯 但是一个 外在 就是跟内在相同 很美的一个 美好 对的 嗯 男嘉宾 此时 我手上 就说一下爱好 嗯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游戏 玩游戏 嗯 是玩那种线上的游戏 还是生活当中 线上线下都玩 都玩 对 那说说你玩游戏 玩的最疯狂的时候 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那应该就是上学的时候 嗯 嗯 上学的时候就疯狂玩了 那现在爱好什么呀 参加了工作之后 我现在就是玩游戏 玩的少了 嗯 比较喜欢追剧 就是比较火的我都会看 你这么喜欢宅在家里 嗯 那你最长的一次 时长有多久 最长就是 就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吧 你可以两天都不出门 对 然后就 绷着电脑 嗯 对绷着电脑 绷着手 iPad 对 绷着电视 那平时有没有什么户外的运动 之类的 我的户外运动 应该就是逛街了 那你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子吗 我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我比较独立吧 就是大学期间你的专业选择 然后工作选择 都是你自己来决定 嗯 那如果恋爱了 对方的这些自然条件和自己的要求 你会更在意父母的给你的建议 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和原则 嗯 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占大多数 但是还是要听一听父母的和朋友的 他们意见仅够参考 最后的决定还是自己来做 对 是的 嗯 但是我也会比较听同父母那些 如果我父母绝对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是会听的 你要考虑一下 对 我觉得父母容忍不了的都是 已站在自己的孩子 已站在我的立场上思考的 嗯 因为我父母他怎么来说 我从小到大 父母是最了解我的这个人 嗯 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 那我父母给出的这个想法或者建议 一定是对我来讲最好的 那同样的问题胡杨 如果是换作是你的话 你会是坚持自己的主见 还是听从父母的意见 父母的话他们很开明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听我的 然后我身边的很多人呢都会听从我的意见 我会把最理想最成熟的方案告诉他们 所以我呢属于是一个思想很独立 所有的事情做事很果断 就是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事情 就是比如说现在有的想法 比如说我现在想去旅游或者去哪个位置 立马就出发收拾东西就走 就是比较干脆果断吧 你是能给自己做决定 同时也能帮身边的人出主意的人 是的 就是很有想法 而且呢自己考虑的还比较周到 比较全面 可能长期以来你这种幸福 就给父母一个放心的这样的感觉 他们觉得你做的决定 可能也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没错 是这样吗 嗯 他喜欢更宅一些 但是我呢可能是射手座 就比较喜欢爱自由爱玩 嗯 英语方面的话 女嘉宾都很好 但是他比较喜欢在意家里人的看法 然后我呢就是可能逐渐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两个人过日子啊 或者是结婚啊 或者是当朋友 或者是在乎者的话是当恋人 都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说家里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他想法就是太过于简单一些 不太想就是可能会造成的一些后果 就是很有想法其实是好的 但是如果说太有想法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人就是 会比较就是太过顺利的话 可能就会自负 那如果说不太顺利的话 可能就会就是太就会 嗯 就觉得自己压力比较大一些吧 那你平时都有什么喜好 嗯 我的爱好非常的过 嗯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会一点 但是都不是太精 就是没失业过的领域都想去尝试一下 对 就是比如做饭啊 或者一些徒步啊 跑步 骑行 运动啊之类的 再或者音乐方面 比如说钢琴 或者一些其他的 哎呦 你这么一说的话 我感觉好像你无所不能 好像你不感兴趣的事情 应该是寥寥无几了 对 你看无论是文艺方面 运动方面 然后生活方面 你都这样了 还愿意做饭 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呀 东北的话应该就大锅炖 都属于是自己能吃就好 就炖鱼炖鸡炖鵝你都会 但是味道会差一些 你别这么潜意去啊 我不让你现在也是 嗯 哦那骑行的话 你大概多久出去一次呢 嗯 上一次骑行的话 大约骑行了200公里 应该是骑了7个多小时 大概8个小时吧 从哪骑到哪啊 从长春到雨树 我的天啊 你看看 你看看实际的这件事 哦7个多小时 嗯 然后你的屁股就在凳子上 就这样的 是的 一直没动 是的 然后骑行完之后了 就是 嗯 我半个月都不想再骑了 那你有很多骑行的小伙伴吗 还好吧 但是我更喜欢独来独往 实骑比较窄 然后呢 胡杨比较喜欢运动 你们俩的性格还是有点不同啊 嗯 那你们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 或者是在婚姻当中 两个人的性格相同更合适呢 还是说互补更好一些呢 我觉得如果要是 以内向的性格来分的话 还是互补一些更好 你觉得呢 我觉得女嘉宾说的很对 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吧 它应该真的是互补的 就比如说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有一个顾家 有一个去发展事业 或者是发展一些别的兴趣爱好 假如说啊 有间家庭之后 他可能是外面的活动多一些 那你喜欢宅的时候 你是能改变自己 跟他出去一起 疯狂的去运动啊 或者是随其所欲的玩啊 还是希望把对方拉回来 和你一起宅呢 我觉得我可以为了他去玩 玩一些他喜欢的 那他的话如果愿意的话 也会陪我在家一起聚聚的 我觉得这两种生活方式 就是都挺好的 嗯 没有必要就是为了对方 完全的改变自己 完全的改变对方 你比如说双休日的时候 那咱们周六出去玩 周日在家宅 又休息了 然后又满足了 对啊 你比较赞同一个主内 一个主外 一个盲家庭 一个盲事业 那你觉得这个角色 在两个人当中 又怎么分配呢 看两个人的想法吧 假如两个人的想法契合 或者是谁的能力强 或者是谁的想法更多 然后谁就主外 然后谁呢 就更适合再加一些 或者是也喜欢 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可以一起 就是各忙各的 但是加的话 就一起去维持 这是最好的 那你觉得跟性别没关系 嗯 跟自己的状态 还有实际情况有关系是吧 对 嗯 那如果说现在啊 让你放弃事业 然后让你以家庭为主的话 你觉得你愿意吗 我都可以 我的性格很随和 那你觉得自己更适合从事事业呢 还是更适合照顾家庭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可以兼顾 你可以兼顾 对 我觉得双方就是结婚的话 也没有必要就是为了所谓的这个家庭去牺牲什么 就没有必要就是为了对方去牺牲 那除非就是说以后有了孩子 或者是就是后续的话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情感也好 经历也好 分配上会有一些调整 嗯 嗯 但是说完全的说为了对方或者是为了家庭牺牲自己真正日上的事业 或者说自己非常热爱的一个事业的话 你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嗯 嗯 对吧 我觉得我也不希望对方为了我这样做 你们上学的时候写的是什么专业呀 也是跟汽车相关的 嗯 当时有没有想过到一汽这样的企业来工作 完全没想过 机缘巧合 嗯 那来到这之后呢 来到这之后的话就觉得我这份工作非常好 我挺喜欢的 然后就一直就在这里了 嗯 也不准备去尝试新的领域了 嗯 我觉得人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圈 其实也蛮好的 嗯 人的医生其实不用轰轰烈烈 就是做好一件事情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端 做到极致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那也是很棒的 也是很不容易的 嗯 嗯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我学的媒体 学的是媒体 对 嗯 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就是 也算是四处应聘吧 然后有一段时间呢 在南方也是应聘了很多岗位 然后很多很多很多岗位 大约的话加一起能有三十十个了 哇 就是在南方你应聘了那么多个职业三四十个 然后一人决然选择回到了家乡 对 嗯 哪个呢 给我感觉就是文化差异很大 然后生活环境跟饮食的话差距更大 就毅然决然的回到了北方 然后就开始在各个行业去用聘 但最后的话选择了他们一起解放 在这个大家庭里头 你有一种就是归属感和成就感 对 嗯 然后觉得这么多年的打拼 还有这个经验的积累 有了用之地 没错 嗯 是这种感觉 太对了 嗯 精神上可能达不到那些共鸣 但是生活的话 当朋友的话应该会很不错 她应该是一个很乐观 很阳光的一个女孩 如果当朋友的话 她能带动身边人的情绪 能带动我的情绪 差距还是有一些的 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男嘉宾 会这么独立 然后会这么有主见 以后如果说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矛盾产生吧 经过深入的了解之后 男女嘉宾的差异逐渐显露了出来 两个人在兴趣爱好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上 都不尽相同 不知道二人对此的考虑如何 目前双方的匹配指数下降到70% 那经过这一番的沟通和深入的了解 我相信你们对今天的相识 有了自己的感悟 那接下来呢 给你们每人一张小卡片 你们可以写下自己的心愿 也可以写下祝福 也可以写下你们的角色 我觉得 你可以写下 你 自己在关注 可是连房间 玛丫无能 video 你 就是